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座庙里的佛像却有着一个令全国震惊的奇观 以至千年以来人们对这座秘印寺一直存在着种种猜想 那么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寺庙 庙里又有着什么令人称奇的奇观呢 一 万佛秘影 围山位于长沙宁乡界内 又称大围山 苍茫雄奇的雪峰山脉 自西向东 连绵威夷而来 横贯湖南 自古以来 围山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都有着特殊的地位 一度被称为神山 秘印寺就坐落于此 秘印寺创建一千多年来 历经朝代更迭 屡遭冰火 有多次重建 现存建筑有山门 大殿 景侧殿 选佛厂 禅堂 祖堂等 占地共九千多平方米 近代众多得道高僧都出自秘印寺 但让人感觉奇怪的是 就是这样一座显赫的庙宇 它的修建年代却一直沉迷 公元八百四十九年的唐宣宗时代 是佛教发展的高潮 众多寺庙都修建在这个时期 但对秘印寺修建的真正年代 不知是史书遗漏 还是刻意为之 一直无法找寻 这似乎与秘印寺的地位并不相符 甚至有人推测 无法确定秘印寺的具体修建年代 是因为这座寺庙在当时 并不是仅仅依靠人工就能修建起来的 在大殿四周的墙壁上 一尊尊小金佛在灯光的照射下 熠熠升光 很整齐地排列在墙壁之上 而且整个大殿上的每个角落 都遍布了大小几乎相同的小金佛 由于金佛排列密集 数量众多 一下子让人难以辨别出 究竟有多少尊佛像被镶在了墙上 一位叫江福城的作家 研究维山禅密数年 但对秘印寺大殿中如此多的佛像 他虽然已经见过多次 甚至还拍下来无数照片 但仍然无法掺破其中奥秘 首先 对于密寺金佛的数量 一直存在着争议 有意思的是 虽然墙壁上的佛像 看似排列有序 似乎很容易数清 但只要是不同的人去数 每次数出来的个数都不一致 这一共多少个佛呢 现在没人具体去数 据原来的资料讲 12800多 12900多 这个数目有很多 有一年的佛文化节 认定是12998尊 实际上也没有数清楚 但就是这样认定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佛像数量无法确认呢 对此 密印寺中的僧人也笑而不答 仔细观察分布在 大殿四周的金佛可以看到 每行佛像的数量和分布密度 也不一致 呈现出一种交叉的现象 那么当年的修建者 这样修建的用意又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 这样的一种修建方式呢 密印寺奸院 事法著称 上下不同 也是因为在建筑方面 也是一种格局 也是一种美观 如果是一条直线 在视觉上来看 不好看 不美观 也不好做 数也不好数 但是在 司马头陀 在这里发现了这个地方 在一千多年前 围山还是荒无人烟的孤山 但司马和尚却坚持认为 这里有一股灵气 适合修建大型庙宇 在确定了修建地址之后 密印寺的修建开始了 大量的工程石料和木料 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里 但是在今天 围山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连接 而且也没有乡邻的水路 与外界联系 那么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 人们又是怎样将这些用料 运进荒山之中的呢 围山丛林茂密 木材资源丰富 修建寺庙的木料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石料却不一样 现在 矗立在密印寺万佛殿的几十根石柱 就是出自当年工匠之手 每根石柱并不是整体加工而成 而是被分成了等长的八截 高达二十米的石柱 被一段一段累积而成 支撑整个大殿 可以想象当年修建万佛殿的工匠们 付出的是怎么样的心血 更让人惊奇的是 寺庙里金佛的下层与上层 有明显的颜色的区别 下层偏黄 上层偏红 在古代来说 这样的建筑方法 显然是神奇并且困难的 经过了种种研究考察 专家们还是没能得到确切的真相 对于建造者来说 这真的是如有神助了 由于历史原因 密印寺前后遭受了七次大火 所以墙面经历过几次翻溪 造成了明显的上下颜色的差异 虽然经过整修 但万尊金佛的布局 依然还是依照当年的规模修建 而且这万尊金佛中 还隐藏着一个建造之初的秘密 让万佛的来历显得更加不可琢磨 说在万佛殿 万尊金佛中 还隐藏着一尊纯金佛像 而且只要有人认出了这尊金佛具体位置 那么这个人以后就是大富大贵 因为佛像都为流金佛像 与纯金颜色十分相近 同时金佛的大小和神态 几乎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所以一直以来 人们对这样的传闻将信将疑 直到现在还没有文字记载 有人真正找到过纯金佛 千百年来 是否真的有人对万佛殿的纯金佛 进行过研究 甚至是找出这尊佛像 现在都不得而知 当然 除了关于这尊佛像的传说 还有很多口口相传的故事 似乎证明了 这里曾经有神迹存在 二 千人锅万人床 据说秘印寺建造之时 和尚工匠达千人之重 他们吃住在工地十分艰辛 六月延天的一天傍晚 来了位其貌不扬的老僧 静职到火房画园求吃 厨师慷慨给予 饱餐之后 他见火房一字排开十口大锅造饭 一个个造眼烈火熊熊热不可耐 火夫虽挥汗如雨 仍来回天柴不断 他炖起侧饮之心 来到一口锅前 笔笔画画 然后对司厨说 你们如此这般劳作太辛苦 以后只需用此锅造饭 无论多少人吃都会有的 司厨虽将信将疑 仍诚意应允道谢 晚上他与众人挤睡在大青石板上 汗气熏人 惹来群群蚊子 嗡嗡乱叫 四处横飞 这老僧常被叮咬 翻来覆去 难以入眠 阿弥陀佛 我还得尽点微薄之力 他面向南方站立起来 将手中烂扑扇左右拍打 并念道 左扇三十里 右扇三十里 文二远远飞 徒二好好睡 后用食指画了个四方框 形成一张巨床 对众人说 这床无论多少人都能睡下 更无蚊虫干扰了 说话间老僧不见了 众僧知道 是仙人相助 伏地叩拜 后来就有千人锅 万人床的故事相传 三 龙王井 现命四北侧一里许 至今有口水井 清澈如镜 深不可测 井旁立一石碑 碑刻龙王井 千庙之时 工匠众多 用水量极大 生活用水 施工用水 及饮水 都在前面小溪里 污染严重 因饮水 患病者 与日俱增 和尚 丙烛烧香 求拜 上仓 庇护 玉皇大帝 得其详寝 令龙王 前来解救 龙王 即日来到 围山 画作腰弯背驱 双眼突出 容貌其丑的怪老头 求灵幼一口水喝 灵幼亲自恭恭敬敬 献上香茶 怪人见水浑浊 碎至余地 灵幼又地上一杯 覆泼余地 灵幼欲解释其由 怪老头摆手道 大师乃慈祥之人 无须道明 慈水有毒 不能饮用 我正为此事而来 他们来到 伺候一个地方 怪老头用拐杖 在地面画了个井字 用拐杖 向井字中心捅去 只见一缕金光冲起 随之一声巨响 井字内的土 徐徐下塌 直到深不可测 灵幼正经期间 怪老头纵身 跳入井中 不见踪影 却有清泉之勇 后众人饮用此水 精神极佳 百病皆除 常供寺庙饮用 现在很多专家 对秘印寺万佛殿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它不仅仅是 作为佛教圣地 静静地坐落在 围山之中 更重要的是 寺庙本身所体现出的 建筑记忆 与传说故事 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但至今 缺乏让人信服的 关于寺庙修建的 文字记载 对寺庙究竟到底是 采用何种方式建造 万尊佛像 又是怎么完成的 仍然缺少 最为让人信服的解释 但随着人们 对万佛殿的关注 总有一天 关于万佛殿的所有秘密 也将最终解开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